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化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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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知道啊 我想很願憑啊 叫我們什麼 兩個字 念佛 最究竟最圓滿的念佛 是什麼 我們學習佛菩薩的品質 我們模擬佛菩薩的心形 心同佛心 願同佛願 形同佛形 最終呢 在自身成就 自信三寶 成就 絕 正 靜 這個是修習皈依啊 所以我們要修念史無常 來生起猛烈的皈依之心 厌世無常 好像景色的終身一樣 每一生都在提醒我們 要珍惜現有的每一分每一秒 用來完成我們今生今世 最重要的使命 所以做人一定要有使命感 使命是什麼啊 就是解脫啊 幫助治他得解脫 就好像臨終者珍惜所剩無幾的觀音一樣 不敢稍有懈怠 能夠最有價值的用好每一分秒 厌世無常使我們能夠心入道 使我們什麼樣子是心入道呢 清現世 重厚世 是心入道啊 對於今生今世的事情看淡一點 不執著 不太留戀 不過分的追求 隨緣 歡喜 度日 精力用之於最有價值的解脫道上 這個是心入道了 只有通過 念死無常 我們才能夠清現世 重厚世啊 只有通過修念死無常 我們的心與法才會相應啊 所以說 修念死無常 不僅僅對於修習歸一 對於一切修行法們 都有非常重大的意義 所以希望我們呢 能夠修 想馬難得 修念死無常 自誠懇切的歸命三寶 好 我們回向 現在要翻到法本領第三頁 合掌跟我唸 正法閒聖身 明盡監言西無常 明盡監言西無常 佛如良依法妙藥 將互病者說明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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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為自覺法者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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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信黎染親近身 自信黎染親近身 有情皆自聚三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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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譬如磨蹤本火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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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虛極鑽等聖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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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謂佛種從元生 所謂佛種從元生 佛祭祀法法祭生 佛祭祀法法祭生 明義友善信不義 明義友善信不義 三寶常柱同真濟 三寶常柱同真濟 義第一義義法生 於一佛寶中 於一佛寶中 有諸身等別 於一大藏中 教理行果分 依佛教修行 三賢及十勝 四國四相等 菩薩生闻生 諸位善知識 那麼首先請大家發菩提心 為幫助一切如母有群眾生 迅速地從生死流轉的苦海之中 卸脫出來 歸一三寶修學心要 造成佛道 所以呢我們來學習 《水念三寶經》 前天我們已經講到了 我們要有迫切的歸一之心 那麼首先呢是 要知道 想滿難得 然後呢 難得的人生要讓他求取新藥 而人生又容易吃去 非常脆弱 所以要修厌死無常 第三種能夠令我們迫切地生起 歸一之心的呢是 念三惡道苦 那我們 我們人生難得又易失 然後呢 如果人生失去的時候 我們會到哪裡去呢 我與一切地如母有群眾生 輾轉在六道裡面輪回 為什麼到現在都難以解脫呢 一個很主要的因素 就是因為對於地獄道 惡鬼道 畜生道的痛苦呢 沒有生起 不畏 我們 這個身體呢 不會久住在這個世界 所以業力的支配呢 命中以後 大多數 如果沒有精進修學的話 很多呢 都會重新 剁到三惡道中間去 為什麼呢 一個是 如果從時間上來看 我們一天之中 所起的 善念 比較少 惡念 比較多 隨時都在貪秤吃三毒的包圍之中 從義樂上來說的話呢 我們 造惡念的時候啊 因為素食裡那種 習氣等流 所以呢 會很猛烈 而修善法的時候呢 就很容易懈怠 第三個呢 我們 從對峙這個方法來說 有時候我們 造了惡行 還不知道 也不會去懺悔 偶然的蒙花起善念來呢 也很難堅持 很很快就退轉了 第四個是 從對峙來說 在 父母 上司三寶面前 因為經常會 經常會親近的緣故呢 有時候 也會造一些 口處 辛勞之事 也會生煩惱 然後 這些 父母是 恩田 三寶是 禁田 眾微小的因 都有幾大的果 所以呢 因為禁很大的緣故 到底惡也大 所以 惡業的力量非常強 往往 都會 躲到惡道之中去 所以 千萬別以為說 哦 我受了皈依啦 我學了什麼什麼法沒 那我一定不會 躲到三惡道中間去 如果你只是 拿一個皈依症 口善念 沒有真正的心沒有轉動 很難說 我們看法本的第七頁 第七頁上面呢說 光六道苦 光六道苦呢 那個 我們先看底下的那個三惡道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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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弱肉強食 困激 殼 烈等 更赴 任打殺 但願水草營 惡鬼夜 油灘 內外 自體障 人間 月為日 壽命 五百年 地獄中 清苦 甚至 三百素 寒熱等無見 壽命同天亮 修羅道呢 他們雖然也有福報 但是呢 他 跟天人差不多 但是呢 他憎恨性非常重 然後呢 呃 那個 容易 容易呢生 嫉妒性 修羅 多嫉妒啊 啊 那麼在促神道來說呢 他的痛苦是 一個是弱肉強食 再一個呢 啊 更赴任打殺 惡鬼道的眾生呢 他是因為造貪业 而墮落的 因為千貪不捨的惡业 所遭感病 有 怪障和內障 人間月為日 人間一個月呢 在鬼道中間等於一天 所以我們 呃 初一十五啊 去 供祖先的時候 如果祖先在鬼道之中 沒有解脫的話呢 那剛好就趕上他們的什麼 剛好趕上他們的中午飯和晚飯 那我們 我們人間的一個月才等於他們 鬼道中間的一天嘛 啊 以鬼道的一天來計算的話呢 壽命是五百年 啊 地獄中 痛苦就更大了啊 而且呢 受苦的時間又非常長 啊 其他的呢 那個 諸天 諸天 戰爭時 斷之允命等 裂天 被驅禀 死住不自在 諸天呢 他會 有一個痛苦事 要跟阿修羅戰鬥 啊 但是天人呢 他有一個 福報的緣故呢 所以 他如果跟阿修羅戰鬥的時候 這個手啊腳啊 被砍斷了的話呢 在天上的那個 水池中間 用那個甘露一洗呢 也會恢復過來 但是頭斬斷的時候呢 就沒有辦法了 啊 然後呢 還有一種痛苦是 裂天被驅禀 啊 死住不自在 由五衰向陷呢 就 會要墮落了 啊 那麼四天王天和刀利天 稱為地居天 是修食善業呢 所感 感得的 焰魔天兜率天 化樂天和他化之在天 這個呢 不單是要修食善業 還要修 禪定 啊 這個六成天呢 玉界的這個六成天 都有啊 男女的情欲 所以稱為 玉界天 但是越往上越輕 據舍論上說 指手細啊 四笑迎 呃 越往上越輕呢 有些是握握手就好了 有一些是 呃 互相看著笑一笑就好了 自己互相看一眼 就好了 這樣子呢 越往上越輕 呃 然後呢 時間呢 四天王天一天等於人間五十年 啊 當地一天一天等於人間一百年 夜魔天一天等於人間兩百年 兜率天一天等於人間四百年 夜魔天一天啊 啊 那個化樂天一天呢 等於人間 八百年啊 啊 他化自在天一天等於人間一千六百年 越往上呢 天人的壽命越長 啊 再往上是 社界 初禅三天 二禅三天 三禅三天 四禅九天 再往上是無色界的 四成天啊 啊 但是呢 啊 雖然說 天人有福報 但是仍然 還是有五衰向陷等等痛苦 還是沒有超出生死輪迴 而修羅道呢 修羅多忌妒 熱老而心斗 截至 或斷命 雖至 不見地 啊 雖至呢 不能夠 雖然有點智慧 但是呢 因為他 秤恨行忌妒 很重的緣故 不能夠見到 苦即滅到 苦即滅到 世聖地 不能夠呢 很難修學佛法 人苦未生等 苦必如鬼欲 或修羅促身 四天而恕壞 人道的苦呢 生老病死等 三苦八苦 無量諸苦 而且呢 底下的這個三句呢 是說 種種的人不同 啊 人間 就有六道 有一些人呢 他雖然 形體上是人 但是呢 他生存的那種 環境是很痛苦 啊 好像苦必如鬼欲 有一些 是 被囚禁 啊 類型很痛苦 所以說 不要以為六道 不要以為那些 地獄惡鬼 距離我們很遠 其實 其實呢 內心的這種 痛苦 如果不能處理 不能轉變 啊 就是自己的地獄 有一些福報不夠 啊 饥饿 好像餓鬼一樣 或修羅促身 有一些人呢 嫉妒性 憎恨性很重 啊 也有一些呢 是比較愚痴 或者呢 被壓迫很辛苦 好像牛馬一樣 有一些人呢 他雖然生活的 是比較憂鬱 啊 條件比較好 四天 好像天人一樣 但是呢 迅速的就 壞掉了 來自於呢 三惡道之苦 所以要能夠 知道這些 惡道苦 啊 那麼 佛陀呢 為什麼要在很多 經論裡面 要在很多的經典裡面 反覆地說到 三惡道的痛苦呢 不是為了讓我們去 好像只是生一個恐懼心 呃 然後讓我們人生 增加更多的沉重 而是呢 而是呢 而是為了唤醒我們 世間人的迷夢 告解我們 告解那些在火灾之中 還以苦為樂的眾生 讓他能夠從沉沦之中 覺悟過來 迅速地設法處理 並且我們為佛弟子呢 應該看清楚 三惡道 距離我們並不遙遠 只是一夕之遙啊 一口氣不來呢 我們 如果沒有修辭 沒有修正的話 很難說 有把握 保證自己 不墮落 怎麼可以知道呢 看我們當下 能不能夠轉念 如果當下我們自己的念頭 都轉不過來 無力把握自己的心念 不能夠念念身散 不能夠念念覺悟 現在 身體很健康 頭腦很清醒 都沒有把握的話 到靈命中時 又怎麼能夠把握呢 又怎麼能夠面對 種種業力 而是種種违緣 痛苦的考驗呢 人靈命中時 的那種痛苦 好像烏龜 要從那個殼裡面 掙脫出來 那樣子的苦 在那種苦境之中 還會保持正念 知道念佛嗎 還會知道求解脫嗎 如果現在 不用功力的話 將來在危機四伏 顯像還生力 中英生境界之中 我們平時自己的心 沒有訓練好 那面對那些夜境呢 就好像一個 站在懸崖邊上的盲人 稍微一不謹慎呢 就會失足 掉到深淵裡面去 在惡道之中 長劫受苦了 那麼怎樣子 才能夠避免 三惡道之苦 拯救自他一切 有情眾生 超出生死輪迴呢 唯有 皈依三保 如法修行 才能究竟解脫 所以說 經常的意念 惡道之苦呢 是生起猛烈的 迫切的 皈依之心的 重要的動力 也是讓我們修行 有一個緊迫感的 重要因緣 那麼因為這個 三種因素呢 我們生起迫切的 求皈依之心 然後我們皈依的 對象是什麼呢 有什麼樣子的條件呢 我們要相信 唯有三保 能夠救度我們 超出生死輪迴 這個世界呢 每一個人 都會在以各種各樣的方式 去安身立命 總會要想抓住一些什麼 然後才覺得踏實 才覺得安全 有一些呢 是依賴財富 所以拼命的呢 不顾一切 拼命的去多賺點錢 以為說我年紀大了 反正有錢 才做保障就好了 所以說 主事說 凡夫做生就是 前三十年 犧牲健康 換取錢財 後三十年呢 犧牲金錢 換取健康 有一些呢 是依賴地位 將地位呢 將地位呢 當作自己的靠散 有一些呢 是依賴 家庭 將親人作為 港灣 或者最注重的呢 是 感情 所以呢 有種種種種種種的世間人 他有種種的皈依 感覺什麼最可靠 最可信賴 他就會去皈依什麼 或者皈依 金錢 或者皈依感情 或者皈依地位 但是要知道這些都是不究竟的了 為什麼 因為 感情難免出現變化 家庭難免出現變故 地位呢 也無法永久地保有 金錢呢 隨時也會更換主人 所以這些都是非常無常的 非常無常的 不管你怎麼樣子去拼命去抓住他 等你抓到手的時候呢 也好像一個人在洪水裡面掙扎 他偏偏抓住一根稻草 那有什麼用呢 抓住一根稻草 也只是抓住一個幻覺一樣啊 馬上還是會要破滅 還是會要沉默了 所以這些外在的一切呢 都處在無常變化之中 本身就非常不穩定 根本不可能為我們提供堅實的保障 就好像在洪水之中掙扎的眾生 拼命去抓住一根救命稻草 抓在手中的一刻呢 也就不過是抓住一個即將破滅的幻覺 所以現階段呢 雖然我們的生活條件比以前好了很多 物質享受比古人更豐富 但是為什麼我們內心深處 仍然還是覺得很很惶恐很迷惑很空虛 沒有真正的安全啊 還是心不安 因為我們也知道這世間裡一切呢 都無法作為真正的歸一處 無法解決生命裡終極歸宿 所以可歸一的對象 能夠做我們終極的依靠 歸頭的對象 那麼應該是有四個條件 在菩提道次第六論上面就說 第一個是自離部位 自己呢已經必盡泄脫 超出輪迴 遠離部位之苦了 第二呢是能令他離部位 具足方便善交 第三是以大悲對一切友情 無怨親正愛 那麼好像佛對提波达多和盧厚羅 能夠平等地看待一樣 如果沒有大悲心呢 心裡面還有偏愛有偏黨的話呢 就不能夠使一切眾生平等的一部位 唯有佛能夠成就這種 無怨大慈同其大悲 毫無過失 第四呢是不中財共 為中法共 有這樣子的四種功德 可以成為我們究竟的歸一處 只有佛呢是種表滿具足 所以說佛是唯一的救護者 然後呢 對於佛所說的一切經教 法寶也應該成為我們的歸一處 深寶呢是修行的助磅 也是歸一處 所以唯有三寶可以作為究竟的歸一處 並且我們可以從實、德、能三個方面呢 來分析 首先是真實 佛陀是真實的人天導師 是真實的歷史人物 不是一個好像傳說中的 來無影去無蹤的神仙 而是真實的在歷史上視線 兩千多年以前 佛陀出生在南皮尼元 然後呢成佛以後 教化眾生呢 留下許多至今 都為人詹里的聖蹟 我們去草包印度的時候 都禮拜過佛陀的十二大聖蹟 佛陀所全受的教征二法 能夠引導一切眾生 斷除無名妄想成就 慈悲與智慧 並且呢千百年以來 無數的 祖師大德都依佛法 而得到泄脫 這個呢也是真實不虚的 所以我們對於這個真 深信不疑 然後德德行圓滿 佛陀圓滿具足 斷德至德卑德 斷除一切的煩惱 不再有任何缺陷 不會起絲毫的貪秤 不會像有一些宗教 所說的 上帝 他會露降洪水 佛陀呢永遠不會 有這樣子的 秤行 自德呢是成就一切的智慧 一個是正德宇宙人生真相的智慧 是如所有之 一個是了知原體顯現差別的智慧 為盡所有之 然後呢成就悲德 在百五十宗上面稱讚佛陀的悲德說 隨於一切惡 從本息皆無 隨於一切中 住一切功德 奢弱有心者 就是有智慧的人 與比應歸一 佔比恭敬比 住比教英理 一個真正有智慧能夠辨別善惡 分辨邪政理 有智慧的人 就能夠了知佛陀 獲盡得源 斷政功德圓滿 斷務的功德和正務的功德呢 聚足圓滿 堪為歸一處 所以真實地生起 毫無慘況的歸一 第三是能 佛陀具有度化眾生的大能力 值得我們信賴 因為神就斷得圓滿故 所以能夠指導眾生熄滅煩惱 斷出妄想 因為自得圓滿故 所以能夠按照眾生的種種根基 施設教化 能夠普遍地觀察一切眾生的根基 然後呢 獻種種生去教化一切眾生 因為悲德圓滿故 所以能夠沒有親疏分別的 平等救度 所以 實、德、能 三個方面是我們 選擇信仰對象 作為歸一處的判斷標準 而且更重要的歸一 不單單是一個外在的形式 我們希望透過歸一能夠 轉變自身的心形 首先要有一個迫切的歸一之心 奠定堅實穩固的修行基礎 要了解想滿難得 所以求取心要 讓我們的生命的每一分鐘 都過得最有價值 最有意義 然後呢 要念死 無常 今生今世 不能久住 隨時會死亡 死亡以後呢 會隨意要流轉 不能自在 所以呢 修行要有一個緊迫感 然後呢 我們知道 平時自己是 白夜的力量很弱 黑夜的力量很強 所以呢 死後往往會墮入到 三惡道中間去長劫受苦 唯有三寶能夠救度 所以要生起一個 非常緊迫的 迫切的歸一之心 以為惡去苦 信三寶 啊 相信三寶的實德能 能夠救度我們 不斷三惡道 行歸一 這個呢 是共下世道的歸一 乃至於呢 共中世道和上世道的歸一 所以 啊 要有 要能夠有智慧選擇 正確的歸一對象 你要去 有些人他一輩子呢 他就會貪著金錢 但是 貧生苦恨 巨無多 極致多時 遠必了 是 沒有什麼用處了 啊 如果還因此而造惡業 那就 更加愚痴了 如果有一些事 注重於感情 啊 在天願作比一鳥 在地 願為連理之 但是呢 大限來時各之非 也仍然是毫無益處 所以呢 世間的一切其實都是毫無益處 然後呢 有一些他會覺得 會去 歸一那個鬼神 覺得鬼神呢 有神徒能夠幫助他 但是呢 鬼神自己呢 也仍然沒有超出輪迴之苦 並且呢 有貪秤 有貪秤呢 也就不能夠成為我們 揪心的歸一處 帕巴克大師曾經講過一個公案 說 西藏有一個人呢 這個脖子上面長了一個大牛子 哎 然後呢治療了很久呢 任何醫生都治不好 然後呢他就 有一天呢 在外出的時候呢 回來的時候很晚呢 沒有地方睡 哎 沒有到家 就路過一個小的土地廟 就進去呢 睡一個晚上 他半夜的時候呢 一群鬼呢 就跑過來 然後呢 在那個土地廟裡面分那個 分那個屍體啊 分那個屍體作為食物 哎 然後呢 分下去以後發現少了一塊 耍了一塊以後呢 呃 剛好有個鬼呢 就看到這個人呢 躺在那個土地廟那個旁邊啊 然後呢 哎 這裡面有 然後呢把那個那個鬼呢 就把他脖子上這個牛子 一把就抓下了 抓起來呢 就分個分個那個缺少的那一份 分個那個鬼了 哎 第二天他就開始很怕好 一天亮了 鬼都跑了 哎 摸摸脖子好了 這個牛子不見了 回去了以後呢 到處宣傳 哎 說這個還是好 哎 然後呢 土地廟就香火興旺了 另外一個呢 也是有一個 也這個毛病啊 脖子上面生了一個腫瘤很大 他有就很虔誠呢 跑到那土地廟去去燒香 然後呢 也說 求那些鬼神了 幫他把這個脖子上這個牛子去掉 晚上就來睡一晚 他發現說那群鬼又來了 然後呢 然後呢 又又是在分那個食物啊 一分呢 然後結果多出來一塊 不是少了 所以那個鬼呢 看有個人躺著呢 把那個多出來一塊呢 順便就往他脖子上一扔 第二天早上醒了 好了 原來那個牛子呢 沒有好 旁邊又生多一個了 所以這些呢 其實是不能夠成為究竟的歸一處 唯有佛陀 具足實德能 能夠成為我們究竟的 醫護啊 然後呢 我們有沒有考量 有沒有考慮 有沒有思考 我們有沒有得到真正的歸一體啊 我們隨意別要把握說自己得到真實的歸一體啊 這是最基本的了哈 比如說我歸一症了十多年了 二十年了 那有沒有把握說自己得到歸一體了 歸一體哈 要我們說要有畏懼心和信心 大聖的上司道的歸一體呢 要有大悲心悲心和信心 他們得到歸一體 而且呢 歸一體啊 歸一啊 我們說正確的歸一之音呢 歸一之音呢 它有外音和內音 外音是什麼 外音是三寶的功德 三寶的功德 實德能 這個是 圓滿的 真實的 啊 五漏的 更多 這個是外音啊 三寶的功德最圓滿 如果我們的內音沒有具足的話呢 如果我們的內音沒有具足的話呢 就是說 外音雖然很圓滿 佛菩薩的功德雖然很廣大 但是我們內在呢 沒有真正的了解三寶功德 沒有真心的信仰 我們對佛的信心不夠 呃 然後呢 我們還是難以超出生死輪回 所以 在 啊 佛提道之地 外音無缺 然以內音 至成歸一之心不生 沒有至成的生起歸一之心 這 唯是其苦也 唯是其苦也 就是說 我們仍然還是在六道裡面輪回受苦啊 難以超出啊 為什麼 因為我們沒有真實的生起自成歸一之心 所以 信很重要 五根五粒裡面 信敬念定慧啊 首先要信要生根 信根才能真正的精進 然後呢 才能保持正念 念神根 念根 神定根 慧根 久了 就有力了 就有武力 所以我們要能夠深入地學習三寶的功德 從內心深處呢 生起真實的歸一之心 否則的話呢 即使我們去參加一個歸一的儀式 那也只是表面的 也很難對生命的提升起到很大的作用 好了 那麼呢 這個就把我們前天所講的信解歡喜 講說完美了 我們要 我們講到了大聖金庄言論上面所說的二十七種信 二十七種信解 然後呢 信解的十種功德 然後呢我們講到最根本的信解 是要信解三寶的十德能 升起迫切的求歸一之心 和有正確的歸一之音 這樣子呢 是最根本的信解 然後是 會無能盛 我們看 第二頁 上次講到了信解歡喜 那麼今天來講 會無能盛 力無能趨 會無能盛呢 如來自得廣大 智慧呢 最極無上 成為會無能盛 在拋石經上打了個比方 說呢 假設有一個深達八萬遊巡的大海 一遊巡是四十里啊 全部呢 都把它變為末之 然後四大步周呢 通通拿來作為紙章 地上的森林 全部作為筆 所有的眾生都成為寫字的人 一直寫到莫干筆枯 寫這麼多呢 連長老舍利弗尊者的 一點一滴的智慧 都難以描述 這個還是阿羅漢弟子裡面 智慧的一滴 舍利弗尊者的智慧了 假設這個世間 與長老舍利弗尊者 一樣有智慧的人 變滿三千大千世界 他們的智慧總量 也不能夠與佛陀的智慧相媲美 南極如來智慧里 百千萬分之一 算數辟喻所不能及 所以 到此律论上說 佛義功德者 有自得卑德二種 自得者 與一切所知盡 如所有信盡所有信 如光掌重安摩羅果 稀能了之 無礙而轉 一切所知 佛智能辨 除佛而外 余者者 所知宽廣 自狭而莫能辨也 有些說 如來的智慧呢 才是辨知 正辨知啊 能知的智慧内涵 佛陀 和所知的外禁禁 外延 完全相等 完全辨知 而其他呢 所知的 對禁 宽廣 而能知的智慧呢 狭窄 所以不能辨知 佛陀的智慧是辨一切禁 是正辨知啊 啊 这个是智德 佛陀呢 出现于世间是为了帮助一切众生 让他们都能够得到解脱 是悲德 智德里面的如所有信呢 是真理 尽所有信呢 是 淑地 打个比方啊 如来呢 他的智德里 如所有信和敬所有信呢 啊 其实如所有信是从本体上说 敬所有信呢 是从相 外相上来说 嗯 如来呢 好像光长中 安摩罗果 安摩罗果中国没有 所以是翻译这个音啊 安摩罗果 这果实啊 它是透明的 哎 拿在手里面的话 那里面的那些有多少条麦呀 那里面的那个 那个 那个 啊 湖啊 里面的那个内在的那个河啊 都呢 都看得见 很清晰 内外 明测 无所隐顿 是比喻了如来的智慧呢 最极广大 啊 从真理上来说呢 啊 来自于实地菩萨 他所证得的空性 与佛陀 也有差别 好像观对岸景物 呃 就是呢 看和对岸的景物 虽然是悉在目前 在面前 但是呢 不能够好像佛陀呢 看手掌里面的那个 阿摩罗果 一切的纹路都看得很清晰 不能看得那么清 从俗地上来说呢 威系的业果 因果之间的一切交互情形 实地菩萨 如观水流 丝毫不紊乱 但是不能够 好像佛陀看的那样子的 最威系 极威系的业果 都看得非常分明 第三是实地菩萨呢 了达真理史 不能同时了达俗地 好像人看到前面呢 不回头就看不到后面 那实地菩萨呢 他在 住在那种空性的 三摩地之中的时候呢 内心与真理相应的时候呢 心与空 无别 所以呢 他知真理就不能知俗地 要从空定起来以后 才能观俗地 而佛陀呢 是常在真空等词之中 所以呢 真属二地呢 于一时间呢 真属并现 一切正生地 液染习气 都能够具足之道 好像 圆明大静啊 佛陀有大圆静制 所以一切 好像一个大静子啊 一切三合大地呢 都显现在其中 除了佛以外呢 来自于实地的大菩萨 他都是呢 所知尽大 能知的智慧小 不能辨子 所以佛陀是 慧无能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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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慧最极广大 啊 我们那个 龟一三宝 始终学修 是要送呢 第一个寄送 就是称赞佛宝 就说 诸一切种 诸明烈 大悲三至实力生 大悲三至实力生 这个是称赞佛陀的那个功德啊 诸一切种 诸明烈 诸是指诸佛 一切种 诸明烈 这个六个字呢 它包含四成意思 第一个是一切种明 对 这个是讲凡夫的四字便充啊 凡夫的小聪明啊 是一切种明 对一切四里不能明了 不能误解啊 凡夫的思想暧昧 没有智慧啊 没有什么大智慧的光明 呃 是凡夫的四字便充 成为一切种明 诸明 诸明呢 诗子 贪称痴的烦恼啊 以贪称痴烦恼为题 烦恼呢 他能够扰乱人的身心 使他畜世昏迷 所以称为诸明 第三重意思是说 一切种明灭 是指佛陀的自得圆满 佛陀的无上智慧 圆满成就 永灭凡夫之见 一切种明灭 其实就是说 啊 佛陀呢 智慧是正便之 啊 一切外境都能无余了解 诸明灭呢 是指佛陀的断得圆满 永灭一切烦恼喜气 离诸够然 大悲三智十利生 大悲 好像凡夫友情 被烦恼所欺负 没有自在 佛陀呢 为大悲所欺负 这是佛陀的悲得了 啊 也无自在 为什么 见到众生有苦恼呢 大悲 无见相续而生 有一众生 未得度 我佛终枭有内衡 所以大悲心 俱足 三智 佛陀世尊 一切智 道总智 一切总智 三智究竟圆满 称赞佛陀的力 智德 实力 实力呢 其实是佛陀的智慧力 一个是四处非处智力 知道众生的因缘果报 做善得乐报 做恶得苦报 这个呢 名为四处 四处非处智力啊 那么 极为戏呢 都能知道 外道呢 他所宣传的外道所宣传的那种 做善得苦报 做恶得乐报呢 是成为非处 因为绝无四处 绝对没有这种事情 这个是 四处非处智力 那么其实也就是呢 知道 何种业会生在何种地方 生在何一生在哪一道 这种智力 实力就是指佛陀 广大圆满的智慧所产生的 用之于 度生四月的智慧神力 第二个是业智力 知道众神力无量的 业因 知道因为什么业因 肯定他的染静出入 这样子的智力 第四种是根智力 知道根气优劣的智力 知道根气他的胜烈的智慧力 第五种是欲智力 知道众神力种种的 愿望乐欲 知道什么人 他想什么 知道种种的圣洁智力 第五种是欲智力 第六种是戒智力 知道一切众神他种种的戒分 知道众神呢 生理心理的差别的智力 第七种是智处智力 知道正邪与众神趋下的智力 第八种是知宿命智力 就是宿命明 知道众神千万生中 最无量生中他的性命 他的苦乐妖兽 他的遭遇 第九种是知死生智力 天眼明 见一些众神 食此生彼 夜海生成 六道轮转 知道众神 什么时候死亡 然后转身的和戒 那一戒去 非常自力自力 第十种是知漏智智力 是漏智明 知道自他有漏永智 不受后友的智力 在弥勒菩萨的大圣精庄言论第二十二品究竟品里面说到称赞实力 方便 方便 互清静 出离大圣中 即七旷有情 破魔相如理 这是称赞佛陀的功德实力 方便是讲佛的那个实力里面第一种 然后护第三十 清静 出离出离大圣中是讲第四到第十种力 那么其实呢 都是佛陀的智慧能够用至于度化众生 所以方便互清静呢 这个都是指佛陀用实力功德来 破除外道的邪见 有一些外道他教人呢 说你要杀 杀生去供天神 然后呢 就跟他说 你能够杀生去供天神呢 你就 虽然你杀生这个是恶业 但是你供天神呢 所以天神他能够帮助你 能够让你能够神善道 就是你神道仁天善道的方便 这个其实是呢 七旷方便之魔 所以佛陀以至处非处自力 来教导众生 善去的所义是善法 绝对呢 不是以杀生做共思 以这种智力呢 来破除外道的邪见 第二种是 有一些外道教人呢 要皈依大自在天 虽然你造了不善业 造了恶业 造了恶业 但是呢 如果你能够皈依大自在天呢 大自在天 他生欢喜心 就会让你呢 补多善恶道 好像有些宗教说 你只要 只要相信他们的这个 上帝或者真主 然后你造了恶业呢 将来都会生天堂 这样子呢 佛陀会用这种 业智力 来破除这种邪见 佛陀知道业报自理 所以教导呢 众生 唯有自己做善恶业 就会去领受善恶的果报 那自在天等 一切天龙鬼神不能救护 不能主宰 而是自己的业力遭感 第三呢 是有些外道 他教人去修世间禅定 然后就说 你修行世间禅定啊 你就会解脱 这个是 以七旷清静魔 佛陀以 知诸种种的三位禅定的智力 知定的智力 教导众生 单单修世间禅定 不能根除烦恼种子 所以呢 佛在经典上说啊 佛陀会注重于 离神喜乐地 定神喜乐地 离喜庙乐地 和舍念清静地 尤其是第四种 舍念清静地 在这个里面呢 去 成就 受想灭尽定 然后 往上的那种 空无边处地定 时无边处地定 无所有处地定 和非想非非想处地定呢 那个是不太注重的 因为那种是 啊 在那种无际状态之中 所以呢 那个世间的禅定 不能够真正的 让我们解脱 啊 这个呢 所以说 那个 指处非处之力 啊 叶之力 定之力 这些呢都是破外道的 且见的 后面的那个七种呢 啊 第四种的根之力 一直到欲之力 戒之力 智出之力 然后宿命名 天眼明 陆敬明 这些呢 都是 帮助众生呢 能够修习大圣佛法 找成佛道 啊 外道呢 外道呢 他 会侵况 处理大圣魔 啊 让那些有大有大圣 种性的众生呢 舍大圣 而去 退堕 所以呢 佛陀 以这个种种的智慧力 来帮助他们 信解大圣 啊 然后呢 修习 行菩萨道 以 知种种戒之力 了知众生力 有情众生力 根性差别 让他安置在大圣道之中 以知宿命随念之力 了知 被调伏的有情众生 过完生中的 一切 宿命遭遇 啊 以知 死生的智力 天眼明 了知他未来生 啊 以知漏尽智力 来了知 叶旁差别 啊 以这个实力之门 安置一切大圣 总性者 直于大圣修行菩提道中 呃 称为佛陀的实力功德 嗯 我们那个法本的 第十三页呢 有解释实力 看到第十三页 我们略说一下好了哈 展展开来讲就要用很长时间了 十三页 三四因果明为处 我等自信为非处 能惜了之真实意 第一处非处之力 过去未来 现在是所有一切善恶业 能惜了之无不尽 第二三是业报字 诸禅谢托及三昧 杂染亲近无量种 能惜了之入 助出 第三诸禅谢托字 谁诸众生根利盾 如是种种精进力 能惜了达分别之 第四诸根圣列字 一切众生种种解 心所好乐各差别 如是无量能惜之 第五种种解字力 这是执于大圣的 信节之中 第六呢是 众生诸戒各差别 一切事件无有量 能惜了之其体性 第六种种解字力 一切有为诸行道 意义皆有所自处 其能了之其信实 第七 至处道之力 一切世界诸众生 水夜漂流无暂息 能得天眼皆明见 第八天眼无爱字 我们知道这个天眼明 是自未来的 宿命明呢是自过去的 过去世中 成所有 如是体性 如是相 能惜了之其数助 第九宿命无爱字 这个第八和第九呢 有一点调转过来啊 说法不通 第十 一切众生诸戒获 相续献起及习气 能惜了之 究竟竟 第十 永断习气 至 就是漏尽名 这是佛陀的呢 实力的智慧 实力智慧 然后大悲三至实力生啊 实力生呢 那么生呢 是表佛保的三生功德 或者说四生功德 父生 法生是以空为体 便一切处 报生呢是以智慧为体 庄严无比 教化十地诸大菩萨 化生是以悲愿为体 随类化现 拔苦与乐 普度众生 嗯 那么有一些呢 会说四生 那么把法生分为 两种 法生和法性生 啊 法生是以空为体 便一切处 法性生以五分 法生相 界相定相 会相 谢陀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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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为体 嗯 那么有一些呢 另一种是把报生开为 自受用报生和他受用报生 自受用报生 自受法乐 他受用报生呢 教化十地菩萨 啊 那么其实三生是表示佛陀的啊 体相用 佛陀的体大是法生 相大 报生 用大呢 水略化现是化生 啊 这个我们说 啊 啊 那个 会无能圣啊 啊 就略说这些 佛陀的呢 智慧非常浩瀚广大啊 啊 要生起信解来 有些时候佛陀所说的跟我们的理解啊 好像 有偏差或者我们觉得难以理解 这时候呢 要 我们没有正德啊 只能养性啊 啊 要生性佛语 真实不虚 凡夫的智慧呢 没能了之 啊 佛陀有一次呢 回国弘法 那么刚好呢 释迦族呢 有一个人呢 他的亲族了啊 叫做 蓝达嘎 这个蓝达嘎呢 过世了 过世以后呢 他家里面呢 呃 家里面的人呢 是姓那个外道 姓自然外道 这自然外道很厉害哦 帮他做那个操作佛式啊 他就把那个死者啊 过世的人呢 遭到面前来 然后呢 施于隐私 把隐私布施给他们 然后操作了 那个蓝达嘎店的亲戚呢 就亲眼所见了 看到蓝达嘎在面前 在做超度法师的时候 好像抹发眼口啊 把那个蓝达嘎呢 把死者招在面前来 然后把隐私给他 周围的人都看得见 哦 这个蓝达嘎的亲戚都信以为真呢 很高兴 但是其中有 有一个呢 还是有点疑惑 等到超度做完以后呢 他就跑去 请问世尊 听说佛陀回来了 去拜见佛陀 说佛陀啊 呃 我们昨天晚上做了一个超度啊 那个自然外道把我们 把我们的过世里这个亲人呢 操作了 哎 我们也看到蓝达嘎回来了 是不是真的啊 是不是真的操作了 佛陀说没有 哦 这个人不相信 哎 他说不会吧 我们亲眼所见呢 佛陀说 那个不是真实的蓝达嘎 哎 那是什么 那是那个前达前达婆和药叉 那些鬼神呢 变化成死者的样子 来领受饮食 哎 那 那 那这个人不相信 也不相信佛陀所说 啊 说佛陀 不可能吧 然后佛陀呢 就说啊 佛陀的智慧呢 是无余了之一切 那你不相信的话呢 可以实验一下 然后那个人呢 他就 他真的试一下 到四家族的每一家每一户啊 去拿个小布袋子去淘一点 淘一点点米 那布袋子装起来 哎 编一个号 写个小纸条 啊 自己就知道这个 这个是哪一家的米 哎 然后呢 每一家一点 因为很多啊 很多啊 四家族很大呀 然后呢 虽然都是一点点一点 然后呢最后很多很多的那些姓名条子和米 呃 把那个条子呢 折起来放在那个米里面 然后呢 一小袋一小袋砸起来 然后收集起来呢 非常多拿不动 就一头大象呢 驮到佛陀住的地方来 然后呢 那佛陀说 这个袋子不打开啊 这袋子是谁家的 佛陀呢 全部都知道 一点都没有错误 哦 这样子呢是 无余了之啊 便知智慧嘛 哦 所以呢 那个 兰达嘎的亲属和四家族的人呢 呃 由衷的深信心 利无能趋 啊 前面的信节欢喜 会无能胜利无能趋呢 信节欢喜是对信者的利益 会无能胜利无能趋呢 是对辩论者的度化 啊 另一方面我们要明白的 这个三句话呢 其实也是表示 大悲大志大雄利 信节欢喜是大悲 啊 会无能胜是大志 力无能趋是大雄利 啊 大雄利啊 力无能趋 佛陀呢 他的身力 神通力 慧力 慈悲力 都是 无与伦比的 所以说 力无能趋 第一个是身力 佛陀他本身他 这个自己身体呢 身体的力量就很大 嗯 有一次呢 圣草成的那些大利师啊 他们请佛去应供 然后呢 在佛陀必经之路上有一个很大的石头 然后呢 这些大利师们呢就开会 所以我们把这个石头移开 一个呢 请佛应供呢 那个方便一点 再一个呢 也显得我们力气很大 啊 然后呢 很多大利师集中学校有个大石头 嗯 他是用尽了方法 二十九天之中用尽了方法 有一些呢 是用枣子 去枣他 有一些呢 是 啊 放一些 啊 那个药物去去炸他 有一些是念咒 希望让他破碎粉碎 但是呢 二十九天之内啊 想尽一切办法都没有 没有办法去移动分毫 嗯 然后呢 佛陀 二十九天以后佛陀来了 一看到那大师 大利师们在围着那个石头 忙忙碌碌就问他们 啊 说你们呃 是不是想把这个石头移走啊 大利师们说是啊 但是我们没有办法 佛陀呢 就用右右脚的这个 脚趾头啊 把这个石头 挑起来 放在右手肘上 啊啊 那个右手上面 掌心里面 然后呢 抛出去 一下子呢 就抛到那个社界天去了 啊 那个呼啸的声音呢 很大的时候都往天上冲啊 很大的声音呢 然后呢 这空中呢 自然里这个呼啸之声呢 都变成法音 在说什么 在说 诸行无常 诸法无我 涅槃寂静 啊 这样子呢 说三防一 你 没妙防一 我